大家好,我是八戒,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,今天是2020年8月20号,星期四,今天有一个消息给大家做个分享,特别是美国这边生活的华人特别关注的,就是继续上一个话题,美国的FEMA,美国的联邦紧急救灾局宣布有440亿美元可以给到每个州的这个州,然后让他们在里面申请,可以让每一个失业的人额外获得300美元这个补助。 那关于这个消息呢,之前八戒的节目当中也说了,加州政府呢,之前还没有进行一个申请,目前呢,从最新的消息披露显示呢,已经有19个州已经进行一个申请,并且已经有11个州获得了这个FEMA的这个批准,目前这11个州是亚利桑纳,科罗拉多,爱达河州,爱荷华州,路易斯安纳,马里兰州,密苏里州,蒙大拿州和新墨西哥州,俄克拉荷马州和犹他州,这11个州呢,已经获得了FEMA这个机构的批准, 他们可能最快的亚利桑纳这个州呢,他们将在下周一给每一个申请这个该州的失业金的人呢,额外提供300美元的这样一个补助,另外呢,还有几个州呢,已经正式的向FEMA这个机构呢,提交了这样一个申请,他们分别是阿拉巴马州,阿拉斯加州,阿肯色,加利福尼亚,印第安纳,密歇根,德州和西弗吉尼亚州,这几个州呢,已经正式的向FEMA提交了这样一个申请, 但是呢,这个申请整个的批付过程呢,大概是两州左右,所以整个的这个申请批付完了以后呢,这个州还要进行一个配合的,要把这个额外的100美元给它放进去呢,大概还要一到两州的这样一个时间,所以整个的这个时间呢,预计会在9月的中旬,可能这些州得到批准以后呢,这些州可能会继续的给本州的这些人呢,额外的发放300美元, 然后加上这个州的100美元,因为按照这个法令的规定呢,这个州如果要去申请这个额外的300美元呢,他们这个州必须从他们这个州的救灾资金当中呢,或者是额外的这个哪一个这个池子里面有钱呢,必须从这个池子里面呢,把这些钱拿出来,配合着这个联邦的这个钱,才能够得到这个货批,如果你们这个州一分钱都不愿意出的话呢,是没有办法得到联邦的这个机构的这个审批的,所以他也就没有办法给这个州的这个居民, 获得这额外的300美元,这个每一周的这样一个补贴,300美元一周呢,也就是一个月是四周,大概是1200美元,如果加上额外的100呢,就是1600美元,也是非常非常不少了,但是从之前加州的州长来看呢,他也是说了,如果这个联邦不给600的话,加州来给,他也是被打领了,那目前从加州可以递交这个申请来看呢,他们已经放弃了之前这样一个承诺,已经完完全全愿意配合联邦的这个300美元这个补贴,进一步的一个申请,那可能呢, 希望加州的人呢,能够在未来的三周呢,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补贴,每个星期300块钱,加上额外的100块钱,也是非常非常不少了,从加州整个这个失业的情况来看呢,是排在美国前列,基本上是排在美国的第一名,或者是第二名,失业人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庞大,而且加州的生活水平呢,比美国的德州,比美国的西附近尼亚,或者是美国的中部的一些小州来说呢,都是要高出一大截,美国加州的生活成本,吃饭呢,住宿呢, 开车加油啊,整个的成本都是非常非常昂贵的,根据目前美国劳工部的一个统计呢,大概美国有2800万的美国人呢,正在领取失业救济,每周呢,有超过100万以上的人呢,新提出的这样一个失业救济,那根据美国这个440亿美元这个估算呢,大概每个周的人呢,最多最多可以领到三周的这样一个补贴,也就是说一个月不到的时间,整个这440亿美元呢,就会被瓜分完毕,那从这个, 这个目前数学模型估算的,大概只能够称三周来看呢,三周乘以300,也就是一个人大概只能拿到900美元的额外补贴,所以这个也是杯水车薪,大家只能够寄望于,在9月份国会复会以后呢,民主党跟购和党,双方能够对于这个1万亿也好,2万亿也好,这个法案呢,如果能够达成一致呢, 尽快的可以绑这个600美元或者是400美元,这一周的这个拨款呢,能够尽快的重新的拨回给每一个周,然后让每一个周尽快的分发下去,另外呢,还有一个红包呢,就是每一个成人会有1200,小孩呢,会有500,一家四口呢,就是能够拿到3400美元,这样的一个法案呢,巴结也是希望能够在9月大概15号之前,能够获得通过,如果没有办法获得通过呢, 可能真的会有美国有一些人,付不起房租的人,真的要是被赶出家门了,这也是非常大的可能性,好,那关于这个消息呢,巴结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,后续有一些进展呢,巴结会给大家继续做一个分享,有兴趣的小伙伴呢,可以在比较评论区留言,或者给巴结私信,喜欢巴结的朋友呢,请点赞评论关注,有管道朋友呢,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,好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谢谢大家。